HELLO 大家好,我是黎 本堂準備教大家運用偏光鏡 即是我們在鏡頭前加一些濾鏡 這塊濾鏡的英文名叫Polarizing Filter 通常我們以前都是這樣說的 但現在它是轉了CPL 加一個Circle 即是環形的偏光鏡 其實這塊偏光鏡如果我們在鏡頭前加了下去 有什麼效果出來 我一會就會講解給大家聽 剛好這幾天天色不太好 今天天氣比較明朗 起碼有些藍天白雲看 還有我這一段時間也收到有些觀眾PM了我 說想學怎樣加CPL的鏡片下去 怎樣可以在風景的模式下拍些漂亮的相片出來 所以我這次等到這個機會 今天開始好天 我下來講一講給大家看看 環形偏光鏡 它的名稱很多時候都是 他們英文簡稱都是CPL 就是屬於圓形的偏光類鏡 它的功能都很好 因為我們有時拍風景相片 拍了回來 假設我們覺得海面的反光 或者藍天白雲不是很足夠 有些朋友都可以在Photoshop 加加強推翻顏色出來 但是在這個情形 它在Photoshop 或者其他的程式 它的功能上都未必 暫時都未必可以代替到我們 在事前拍攝的時候 加一塊偏光鏡的效果出來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 買定一塊偏光鏡去旅行的時候 拍風景相片 我還未講之前 我要介紹一下 偏光鏡的類別 其實它不會太多類型 唯一就是有牌子問題 你們買鏡頭的時候 唯一就是你們要考慮 你們的鏡頭 有些朋友就直接買一塊 就適合自己鏡頭的直徑 譬如假設這枝是50 這個闊度是58mm 有些朋友就直接買一塊 58mm的鏡頭 就裝進去 類似好像加一塊UV鏡頭的保護鏡 但有些朋友 大部分的朋友 都會買一些再大些 尺寸的類鏡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我們很容易 買到一些轉接環 就可以將它 由那個Filter 大的直徑 變回到小的直徑 配合你的鏡頭有幾闊 我們在臨影之前 基本上我們 因為要安裝在鏡頭上 很多時候都是有遮光罩 我們都要拆掉它 還有我們之前 如果是安裝了UV Filter 我們也要脫掉它出來 才安裝這塊CPL鏡頭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如何選擇 一塊更好的CPL 在市面上有很多牌子 包括Hoya 或者比較便宜的集牌 或者我們在上網 或者淘寶買回來的 其他牌子都有的 但是你說我們怎樣去選擇 其實你說會不會 越貴的越漂亮 越便宜的效果越差呢 我也都沒有辦法去試給大家看 因為我沒有理由 將所有的牌子買回來 但是我都曾經買了兩塊回來的 都不是什麼名牌子 但是在國內其中有一塊 都很普及一下 我都買了一塊 在亞馬遜那邊 在美國那邊 就訂了一塊過來 其實有兩塊Filter 我試過 之前我試過 這兩塊Filter 都是有偏差的 即是拍出來的效果 都是有少少不相同的 即是突出效果是有不同的 所以大家去買的時候 我想你都要搜集多少少資料 去選擇哪個牌子 因為有些牌子 說到它的Filter 拍出來 顏色會加強 對比很強 有些 說到很天花龍鳳 但是我們有時候都未必相信 都是靠一些朋友 用過或買回來 告訴我們 去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手上我都有一塊偏光鏡在這裡 我這一塊就是72mm的闊度 你看到 這樣給你們看 那為什麼會有大小呢 因為我這支鏡 就是58mm的闊度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轉接環 就可以套回去 即是買大 買大一點的尺寸 然後再買一個環 然後接回去 就可以放到其他的相機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就是轉接環 其實它有很多尺寸 而且也不是很貴 幾元一個 我們可以在淘寶找到 它上面也有寫著 77mm轉到58mm 或者是82mm轉到58mm 所以你自己去選擇 去買回這些鏡 買回這些環 其實你買這塊鏡之前 你就考慮一下 你自己相機的鏡頭 它的直徑去到多少 大部分 彎稿的鏡頭 即以為拍風景的鏡頭 多數是比較會寬一點 大一點的 一般可能會有72mm 或者77mm 甚至有82mm 所以你可以考慮 買一塊大一點的 假設你買82mm都可以 再轉下去 唯一 轉下去最好是 不要加幾個圈 不要加圓 一個又一個 如果你說繼續加下去 它厚了 有機會 你裝了下去就會黑角 因為它越縮越細 變了它拍出來的角度 不夠闊的時候就會黑角 所以盡量加一個環 我試試 除了遮光罩 我已經除了 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轉上去 我們上這塊鏡頭的時候 要留意一點點 很簡單 因為它這塊鏡頭 是可以轉動的 其實它是有兩個環 造成這塊鏡頭的 第一個環就是要來 令實了這個鏡頭 第二個環就是轉動這塊鏡片 你看到可以轉動的 最好就是順時針方向 就是這樣轉過來 就是這樣轉過來 如果你轉過來 如果你轉過來 有機會轉動一下 轉動一下 整個鏡片就會轉動 就會掉落地了 所以就要小心了 順時針方向這樣轉動 OK 其實在什麼情形下 才用這個偏光鏡呢 可能你們都搜集過 一些資料 大家可能都有點理解 但是呢 我們要留意一下 其實我們不是在任何時間 都可以利用到這塊偏光鏡的 有些時間 當我們拍風景的時候 就要看看太陽的角度 因為它的效能 其實就是限制著 在某一個角度之下 才可以發揮到它的功用 如果在任何情形 我們不去留意這件事 就這樣拿起它來這樣拍 其實你怎樣令 令這個鏡片去遷就這個角度 都沒有用的 是發揮不到效用出來的 所以呢 除了我們拍風景的時候 令到那個 藍天白雲的效果突出 還有還有一樣 可以令到水面的反光 就可以將它消滅了反光程度 令到顏色的海面深了都可以的 有兩個功能 除了這兩個功能 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塊鏡片 就可以刪除了一些玻璃上的反光 例如我們拍汽車的玻璃 或者有些金屬的東西 除了在外面拍風景之外 我們入到有時在室內拍攝 可能打光燈 想拍一些物件 或者拍一些金屬的東西 在這個程度 也有反光的問題出現 我們也可以加這塊 雷光鏡下去 可以令到對的位置 令到那些物件不會反光 OK 我的相機很棒 也做了構圖 我們要留意什麼 之前我都教過你們 曝光的那些門光圈 你們自己想清楚才去拍這件事 你自己決定 因為它那塊CPL 有一點偏暗了 可能欠EV值 欠了大約有些是一級至兩級的 即是暗了 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用Opto 即是光圈先決 或快門先決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用手動模式 自己遷就光暗對比 就可以了 在日後 我們這些相機 因為現在我帶了一個模反 模反通常都是電子的觀景器 所以就比較困難看到裡面的情況 如果你說在這個鏡頭看 太陽射著 我們亦都很難看到 所以當我們去用模反相機 或者是用這個電子的viewfinder 那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難度在 所以你有時候 我都帶了一個遮光的放大鏡 吸著下去看 我剛才就沒有帶下來 不要緊 那我就 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在這個情形 現在差不多是1點 有小小的太陽 小小在這邊 開始小小射過來 那我拍了幾張 因為我都沒有看 我不停地轉 或者 我一會 會用這架相機 轉為一個拍片的模式 一邊轉著 然後一邊轉著 然後一邊拍著 那段短片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有什麼反應 OK 我轉了拍片的模式 大家都看這個螢幕 沒什麼意思 一會兒我 就把螢幕弄好那段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OK 我已經開始 現在正在拍了 我試一試 我將它慢慢轉 現在它的模式位 就在這裡 我轉一個360度 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順時針方向 現在開始轉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反應是怎樣 我這裡也不知道 有它 最主要就是看這部影片 裡面有沒有變化 我就轉得很慢 現在就差不多 轉了五分一個圈 大家看著它有什麼變化 但理論上 現在這個角度 應該就是沒有什麼變化 我只是刻意在這個時間下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有時候大家說 買了一個FILDER回來 都沒有效用 其實就是 就像我現在這個環境 去拍照是沒有效用的 那怎麼令都是作用不大 那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海面有沒有反光 或者可以抵消了一些反光 不同的牌子的濾鏡 它的性能都有差別 都有差距的 有些可能會做得更好 有些會更好 有些會更好 那視乎你看看 怎樣選擇哪個牌子 現在差不多 就已經到一個正常的方位 就是360度 應該回頭了 就到了 OK 現在到了 我轉了一個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段片 看看怎樣 我先停止它 OK 大家都看到 應該是不是沒有什麼反應 轉了一個圈 也沒有作用 好了 大家等了一會 等到我晚一點 或者三點至四點鐘 太陽在那邊射過來的時候 我就下來這個位置 再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效果會怎樣 現在回來 大約四點半鐘左右 其實今天就是第二天 因為我昨天想著 下午 想著回來 誰不知就蜜雲 又下雨 所以就不能即日做到 今天第二天 今天剛剛好天 我就可以接著這段片 去繼續試濾鏡的東西 現在這個時間 剛才說了大約四點半左右 太陽其實就在這邊 應該就是向著 我一會就在這裡 拍攝過去 其實是一個順光的相片 今天看到藍天白雲 但是本身的天氣 我們這樣看出去 它那個 藍色和白色的對比 不是很強 都是比較灰一點 但是呢 也有少少對比 那我就會一會兒拍幾張相片 試一下那個 CPL的Filter 出來的效果 還有呢 我們遷不遷得到 那個角度 令到那張相片 你拍出來更加漂亮的 這個時刻 我就沒有帶腳架下來 那我就這樣拿著相機 那 那個CPL在這裡 其實都很簡單 如果你說我們可以直接 轉了下去 那就對著那個 你想拍的位置 就慢慢轉了那個幅度 看著它有沒有改變呢 其實有個問題 是比較困難一點 去看那個變化有多少 因為呢 我們走LED的螢幕 就是這個Display 比較困難看到它的變化 因為它的分析力 其實就不是很大 因為如果你說我們用單反相機 因為光學的Viewfinder 我們可以直接就可以這樣看著它 它的變化 程度有多少 但是經過了LED出來的效果 我們是比較困難 還有呢 當我們拍的時候 因為它的相機 我們通常都是轉了去光圈先缺 或者快門先缺 那 變了它是用一個自動曝光的模式去拍的 雖然你說這塊Filter 可能已經是有一級 或者兩級的暗了 程度在這裡 所以我們一套鏡 它就即時和我們改變了一些東西 包括了那個光暗 和那個色溫 所以我們有時候拍這些風景相片的時候 除了我們使用Opto的White Balance之外 我們最好 我提議你 我的經驗來講 最好就轉回去 好像一個太陽光 然後你拍了一張相片 認為會編什麼顏色的 你就在裡面微調了它 定了它 然後你才放這塊鏡 其實這塊鏡 基本上它是一個灰色的鏡片 但是有不同的牌子 做出來的效果都有偏差 有些可能會偏色都未頂 所以我們都要 fix了那個White Balance 然後才調校 當我吸下去的時候 其實包括了我剛才說了 可能會將那個色溫改變了 和那個降暗對比會改變了 我不會再示範用這個機器來拍那個影片 然後逐一下令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如果你裝了這個filter 你令那個角度 令那個幅度其實很少 大約是15度至30度左右 它就有一個變化在這裡 所以其實就不需要令那麼大的角度 我剛才說這樣裝了下去 它比較困難去看到那個變化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 我先放回這個機器 我們就很簡單 其實我們可以就這樣看著 將這塊filter 你記住 這塊filter 那個螺絲瓦 永遠都是對著這個鏡頭 對著鏡頭 所以就一定是向我們自己 那你在這裡 自己用肉眼去看 另一個位置 另一個位置 那就hold住它 我們即時 就放相機在前面 我們拿著 我們放相機在這裡 就拍了它 那就OK了 如果你說我們裝了下去 你令的 是比較困難看到那個變化的 反而我們直接 我站過來這邊 我們直接 令對 令對 某一個角度 你都看到可能 我這裡都看到了 令對之後 你就即時可以放相機上去 即時可以放相機上去 其實就是這樣放上去 我們即時拍了它 這樣就搞定了 好了 還有一件事 我們大家要留意 如果我們去旅行 如果我們經常套了這塊CPL 到鏡頭前面 其實是有一道不好處的 雖然你說我一拿起 就可以即時調校去拍這個 藍天白雲 但是 因為鏡片 它做的物料 可能每個牌子都是有偏差的 有些做的可能會更漂亮 當你轉了下去 套在相機鏡頭上 如果你說 我們如果不是刻意要令到這張照片 那個天的藍色或白色的對比強一點 如果你就這樣拍了它 其實是令到你拍出來的那張照片 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你說我們刻意令對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我們都不需要令到 就這樣可能令到平時我們套一個UV鏡 這樣的模式去拍照 其實它套了下去 效果是不夠套了一塊UV鏡這麼漂亮的 所以我們免得過都不要落這塊鏡去拍照 直至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認為我想增加這個藍天白雲的效果 有一個層次感才能套下去 如果平時拍的話 我們是不需要套下去的 同時記住有一件事 我剛才說了 就是拍那個其實是調角度問題 我們拍太陽光下來的時候 就順光拍 基本上就是90度 假設太陽現在在那邊大約星期五度 下來這邊我們這樣拍過去 就剛剛90度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選擇那個方位 和那個位置 和偏左偏右都是有分別的 最好就是順光的90度拍過去 其實前面那段我講了 在中午頂光下來是不OK的 那你是怎樣令到沒有作用的 所以記住 拍日光就是要90度 那自己就位 有時偏左一點 未必OK的 或者偏右都不可以的 要就好 所以CPL也有個限制在那裡 還有一件事 因為我們在香港 拍風景的天色 真的不夠外國或者歐洲那邊很漂亮 那你有時都看到我片頭那裡 我去到荷蘭或者英國那邊 那些相片就這樣 一拍出來那個藍天白雲 是很漂亮很吸引的 基本上都不用怎麼下CPL 如果你說下了它會更加漂亮 但是我們在香港 經常天氣都不好的 很灰 沒有顏色 藍色又不漂亮 白色又不夠白 所以在這個情形 我們只可以靠一塊CPL 盡量幫助一點點 但是你說幫了多少 你看到我幾張相片 都不是很漂亮的 其實我之前拍了一張相片 你其實現在看到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 那個變化對比是有分別 它的藍色是深了一點 還有白色的雲層是會白一點 即是說立體感是好一點 但是在香港這些天氣影 其實真的變化不是很大 所以你們都可以考慮一下 需不需要這一張CPL 唯一我們可以真的可以利用到 這張濾鏡是拍攝水面反光的東西 以及汽車的玻璃上的反光 物件反光的東西 是真的有效的 我亦都拍了兩張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拍攝車的反光 以及拍攝水面可以切了反光 令到看到水底的東西 好了 最後總結一下 其實一塊CPL 我覺得在香港的天氣 那個幫助不是很大 不要想著好像有時候 我們可能在一些YouTube的影片 看到別人在外國拍攝 示範給我們看的時候 那個套了下去 那個對比原來這麼強 其實都不是 因為要視乎那個天氣問題 當時那個環境清不清晰 夠不夠通透 夠不夠立體感 是那個天氣令到你拍出來的效果 那麼如果你說 那個霞氣很大 我們下了這些這樣的液體 其實是作用不大 不要想著 那個霞氣大 我們就買這些液體來用 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那麼所以就總結了 就不是百分之一百 去需要買這一塊這樣的CPL 那麼如果你說 正如我講了 如果拍攝玻璃 反光 水面的東西 那就沒有問題 買回來 我們在這個拍風景 不妨可以拿出去試 但是呢 都不是任何時間 任何的角度 都可以出到效果 所以就記住這件事了 都示範了這麼久了 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住 如果真的幫到你的 給我一個like 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介紹給你的朋友 看我的短片 其實我還有 之前我拍了很多教學短片 給大家看的 其實呢 你看多幾次 如果你是真是第一次 就是初初學拍照的 對你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我說的 全部是攝影的基礎 你要學了這個理論 你將來買任何相機 都可以處理到的了 好了 介紹了這麼久了 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OK 下次再見 拜拜 拍照